着西乡古风车轮天文件站成立现在第二年 除了老人关怀照顾 乡内大大小小产销推广活动更是相当的踊跃 在30号上午歌舞展演之外 老人长辈也踊跃参加各个小农市级摊尾活动 大力宣传呼吁社区部落长辈们一起来参加文件站 戴上自己做的头饰 身背着亲手缝制的布农族版本的情人带 轮天部落文件站的每位成员自信的展示自己的作品 跟着音乐节奏开心的手舞主导 这是在佐西乡公所中秋节即表扬基优农民大会的现场 佐西乡古风春轮天部落文件站 从最初的赛普计划到108年正式挂牌成立至今 参加的人数也从一开始的10多人 到现在增加到了20多人以上 今天大家踊跃参加这一次的歌舞展演之外 各个老人长辈也踊跃参加 小农市级单位的活动展现十足的活力 轮天部落文件站虽然人数规模不大 然而举凡乡内各大小活动 站内老人长辈也都踊跃参加 甚至带着课堂上的作品现场交流 活到老学到老 很开心今天我们能够收到公所的邀请来参加展演 那也藉由这个展演能够展现我们文件站的活力 还有我们平常手作的一些视频 那也顺便推广 就是说希望大家部落都能够多多善用各个部落的文件站 能够踊跃参与 平均年龄超过70岁以上的轮天部落文件站 每位老人长辈踩着轻快的步伐 开心挥舞着双手 展现文件站的活力精神 更是热情邀约部落社区的老人长辈们 一起来加入文件站 共餐共学的行列 记者石玉兰 卓西采访报道